大家好,春季是茉莉花生长比较快的一个时期 我们都会选择在春天的时候 给茉莉花进行一次春检 但是有不少花有反应 自家的茉莉花在进行了春检之后 它不长新芽,一个都没见冒出来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分析了之后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植物出现了江苗 第二个就是温度方面的问题 如果温度无法达到15度往上的话 茉莉花它的新芽生长的速度会非常的慢 甚至是一个都不长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给它春检了前后 这个温度是否会回升到15度以下 再考虑给它春检 第二个江苗的问题就是茉莉花在经过了冬季之后 它的根系活性已经受损了 那么整个植株它的生长状态会非常的差 就算你给它春检了之后 也不见得能够冒芽 如果是出现了江苗的情况的话 给它补肥是没有用的 它的根系活性和整个植株的活性已经不足了 给它湿再多的肥都没有用 反而会出现肥害 那么出现这种状况又应该怎么办呢 就要给它盆里面浇一浇这个根系修复剂 能够有效的修复到茉莉花它的根系 我们把这个修复剂 按照1比1500倍左右的这个比例对水吸湿之后呢 给它浇灌一连浇灌三次左右 每隔10天左右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连浇三次就能够让它打破这个姜苗的现象了 因为这种修复剂能够修复根系 还能够提升植物的活性 增加植物的光合作用 那么在它打破了姜苗这个尴尬局面之后 它就能够恢复生长了 就能够把这些新芽穿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茉莉花出现姜苗的问题 并不是给多少肥的事情了 它是整个植株的活性已经变差 就要给它浇这种根系修复剂 让它重新唤醒 重新恢复活力 在春季给茉莉花进行了春检之后 它一个新芽都不长 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或者是植物出现了姜苗的问题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